有没有,这个是Index Indirect VBA 三个阶段 那你会发现 其实做到这边呢 它的公式已经相当冗长了 不过呢,我们其实主要可以把它拆成三个步骤 一是用那个什么呢 Current跟Rod产生那个数字编号 1到3色 第二个是再利用Index去抓到 它要的是哪一列 蓝这一蓝 最后再用密的函数去切割你要的那个资料 做好之后的话呢 才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不过呢,在那个公式里面 其实有个缺点 你只能放一行 再长的公式也只能写一行 所以你又要写很长 很多复杂的东西 你会发现 这个实在是 尤其是我刚讲过 太长的东西 你写在这里真的会头痛 反而后来我用VBA写 感觉就清爽 VBA可以分很多行 你慢慢写没有关系 没有压力啦 OK,慢慢写 反正你多写几行也无所谓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后面也会 可以再想想看 VBA有没有 按一个按键 快速完成 也可以按一个按键 清楚 OK 其实我还是觉得用VBA真的是 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是建议 真的 其实说真的不难 逻辑跟刚刚的东西 一模一样 如果你会用前面的 你VBA应该也会 只是说呢 你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很顺畅的 很熟练的把它写出来 这个恐怕就是各位要累积的这些 那个 功力 然后这边的话 待会看 那Inderator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步一样 你可以先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 你先 用那个最近使用过的Inderator 然后呢 比如说我要抓哪一个 抓这个资料 你可以点一下 记得喔 他一定是文字 所以先 给他前后双引号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分析一下 他现在要的是什么 一定都是 B栏 所以无庸置疑的 那特别注意喔 这个指的是 跟Inderator不一样 Inderator那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哪一栏 那这个Inderator是 这一个工作表的 哪一个储存格喔 是绝对的位置喔 特别注意喔是绝对的位置喔 指的是这个 B2喔 OK 所以跟这个上面的名 这个上面的名称是 相关的喔 那我们如果要的话一定是都是B栏 所以前面一定是B 不用改 会改的是后面这个 他一定是2 345一直到33 所以呢 其实喔 我第一件事情 只要什么 先产生后面的数字 再跟B串接在一起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喔 你 可以产生 那个 2 不是1到32 是 2到33 那我可以拿前面这个啦 其实那Column跟Raw 这边做过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拿这个 Column C 然后呢 拿这边来 切过来这边 等于什么呢 这个 但是我要的不是 打勾的话是1嘛 那我可以把这边减掉 我要从2开始 所以应该减掉多少 减掉2就好了嘛 对不对 因为他是4 减掉2 对不对那就2嘛 打勾看一下 向右 向下 2到33 第1步就完成了 那第2步的话 一样喔 就是把这个东西 剪下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indress里面 那先跟他讲说哪一栏 我要在B栏 然后呢 哪一列 end 记得要串接喔 这个感觉跟那个 什么的 跟range 物件 那个蛮像的 range 物件也是 B栏的哪一列 所以end哪一列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奇怪怎么贴不上 再一次 减下 有时候插入一个那个 这边的话 双引号 哪一栏 end哪一列 end 贴上 OK 那你会发现喔 有没有 他因为是数字 遇到end符号呢 自动转为文字 然后串过来变b2 所以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把它向右 再向下 这四栏喔 一次把它全部调整 OK了 带过来 那再来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利用刚刚的方法 mid 比如说剪下 贴到mid里面 做一样的事情 不过你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不要mid 可不可以用别的函数呢 顺便再多讲一个啦 不过这个函数呢 也还蛮好用的 如果说我不要用mid的话 我可以用那个 replace 这个replace的话也是文字里面的一个函数 不过如果你会用的话啦 你可以试一下 他总共会有 四个问题要问你 第一个 你原来的字在哪里 把它贴上就可以 所以这一步呢 跟那个mid很像 一样贴 第一个 指的是原来 order test 原来的字 第2个的话呢 star number 从第1个字开始 最后一个 给他没有 不过replace在这边的用途是什么 意思是说 请问一下你要删掉开头 第1个字 到哪一个字 删掉的话就是 空字串 所以呢从第1个字 到哪一个字帮你删掉 那到哪一个字 他删 入职 时间 冒号 所以你可以根据什么 一样根据上面的LEN 所以LEN 对不对 他的长度 哪一个呢 上面的长度 但是上面的是四个字 可是我要连 冒号都去掉 所以怎么 加 1就可以了 他就帮你把第1个字到第5个字 变成 没有 所以replace 其实骑在这里 其实 主要的用意是 帮你删掉 从开头到哪一个字 的字 去除掉意思 好那记得 1也要记得把它锁起来 不然的话你向右向下 会出 向下会出错 那这边的话呢 向右 向下 有没有 马上OK 再把它调整一下栏宽 大功告成 OK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又多 讲了一个 In Direct 然后呢 中间一样是Column跟Rum 不过要从2开始 外面呢 我们用一个replace 不过replace 如果你用不熟啦 你看用Mid啦 我只是说多讲一个replace 让各位了解 把哪一个取代成 空白 没有东西 那这个做完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VBA 外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VBA难度也相对的当然有点难 不过 如果会的话 其实感觉也蛮不错的 从哪个范围把资料复制到指定的位置去 这个VBA概念比较像那个 Indirect 所以你可以把Indirect概念融入进来的话 那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把那个 VBA的程式写出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先试试看 Indirect配合replace 那等一下有时间再想想看VBA OK 那我们先下个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VBA部分 那 那 好